第三次題請比較甲乙比丁四個四管內水溶液的濃度大小 我們可以看到10度C的時候10公克的水最多只能夠溶2.2公克 你給我1公克我可以全溶 20度C的時候我最多溶3.16公克 你給我2公克我也可以全溶 那麼乙溶解了2公克甲溶解1公克 所以當然溶度是甲會小於乙 那麼到4度C的時候我最多溶解6.39公克 你給我7公克我不能夠全溶 我飽和我溶解了6.39公克 所以當然濃度是丙會大於乙 那麼7公克都不能夠全溶了 8公克當然也不能夠全溶 所以他們兩個都是飽和的 丙丁都是飽和都溶解了6.39公克 所以丙丁的濃度是一樣的 所以濃度的大小是甲小於乙 小於乙等於丁 所以第三次請問我們說 請比較甲乙丙丁四個飾管內水溶液的濃度大小 我們答案選的是B 甲小於乙小於乙等於丁 這位電視 成立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